当午廉价期间 玉山国家公园 信了很多游客上上来避暑 但是现在有民众检举发现说 有两辆露营车 居然霸占夫妻树前面的草地 现在被警方开罚1500元 玉山塔塔家省到台21线旁边 这夫妻树不只有露营车 居然在树前违规停放 民众检举之外呢 甚至还可以看到 这游客居然搬出了桌椅 直接泡茶主食 随意的乱丢果皮 甚至为了拍摄鸟类 居然还在地上撒米引诱 乱丢碎纸花当成了步道指标 环境被他们弄得是脏乱不堪 而玉管处表示了 其实塔塔家都有规划户外的吹煮区 游客应该在指定的地点来吹煮 以免影响到环境 或者是吸引动物靠近 当然也呼吁游客可以发挥公德心 另外在未来的假期 他们也会派员来加强巡查 我是张贝兹播报新闻 让我增广见闻 家事 国事 天下事 世事关心 也带你一起总握每日时事 与时俱进 所有最新消息 热门话题都在中视 当然更多新闻请锁定中视YouTube频道 记得按赞订阅 分享开启小铃铛 动画天外奇迹 两万多颗气球成功让房子翱翔天际 而在台中大甲居然有栋房屋 宛如天外奇迹真实场景 透天错顶楼绑满上百个 缤纷福桶垂坠向下 就像一颗颗气球一般 相当梦幻也一夕爆红 不过这宛如艺术品的民宅 却充满争议 邻居抱怨连连 对 四线 车祸都撞到隔壁那间 这很危险 都会发出恶臭 什么东西它都捡 这间屋子这样子是近十几年 然后气球是近十年 民宅一楼堆满石头 因此当地人也称它石头屋 除了占用道路 影响交通及用路人视线 屋主也经常随意放置厨余 导致卫生脏乱 去年清洁队曾两度轻运 没想到一阵子没清 屋主东西越囤越多 屋主做自己 不过涉及影响公众 相关单位也将前往了解 毕竟一大串浮筒 要是没绑好 台风际随风掉落 恐怕砸伤人 石头占用道路也实在影响行车安全 记者黄翔富黄翔 SNG小组台中采访报道 我是徐国豪 在中视新闻首次坐上主播台 提会到播报新闻所需要的稳健台风 以及掌握突发即时新闻的随机应变 为观众播报最即时的新闻 就是展现专业的时刻 更多新闻请锁定中视新闻YouTube频道 记得按赞订阅分享并开启小铃铛喔 老屋改造的早午餐餐厅 有饮料也提供餐点 但有客人消费后抱怨 饮料被强迫消费 三位大人加上一位小朋友到餐厅用餐 点了三份套餐和两杯饮料 但结账时店员告知 每人低消是一杯饮料 需要补点一杯 指控店家强迫消费 低消任职不相同 客人气到两颗心不平 一进门说低消一杯饮料 点餐时才知道餐点不算低消 被强迫再点一杯 店家回应没跟你说餐点有算低消 不同意其实可以不用进来 怎么说我们强迫点饮料 想要接受那个最低 基本消费一杯饮料的话 可以选择换另外一家 你有说明跟告知客人 就没有问题 网友回应这个问题之前就吵过了 店家搞文字游戏 直接说清楚 如果餐点不算低消才不会误会 店家有规定的话 不喜欢就不要进去 低消的意思不就是最低消费金额吗 他来消费的当下 我们都有口头跟大家解释 我觉得文字上 你说有人误解 可是也有人理解啊 如果店家有特殊的消费限制 例如低消为一杯饮料 那应该在店里明显处清楚标示 目前店家已经把低消一杯饮料 改成必点一杯饮料 餐点不算低消 写的这么白话 希望客人消费钱看清楚 避免产生消费纠纷 记得赖冠张台南报道 我是李一璇 主播工作对我来说 是一秒都不能松懈的战场 张探动社会 大众关心的议题清楚传达出来 更要求自己先是一名认真的记者 才是对观众负责的主播 更多新闻请锁定中视YouTube频道 记得按赞订阅分享 并开启小铃铛喔 大颗海胆新鲜饱满 上面撒着葱花抱负着蛋 让民众惊呼 好吃 赞 不过民众现在要吃到海胆 恐怕口袋要够深 澎湖的马饭海胆数量越来越少 价格也开始飙涨 今天零售的这一颗挺多30块的 我们都觉得好贵 好贵 后来降到50块了 哇好贵好贵 现在已经突破100块了 麻烦海胆大幅锐减 澎湖县政府每年会培育 大量海胆苗放流 并在7月1号开放为期 两个月的海胆财布 为了保育资源 其他月份均禁止财布 而开放期间仅能够财布 科进超过8公分的海胆 今年我们只看到一颗 当然我们说从去年的秋天 我们就去行了一次 那时候是看到两三颗 不到七年的三分之一 农业局表示 未开放财布期间 弱势合跑将重罚 它会依照我们的月法 它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或科或病科新台币 15万元以下的罚金 海胆断头是减少 数量re减三分之二 价格更是直线攀升 澎湖要吃到物美价廉的海胆 恐怕还是要等到保育措施 让产量回升 记者也约了郭宇轩 澎湖赛宝报导 我是王一仲 新闻的产业带给我满满的使命感 不论是贴近民生的议题 或是国际的话题 我都能够精确真实 传达最完整的资讯给各位观众 当然更多的新闻 请锁定中视YouTube频道 记得按赞订阅分享 并开启小铃铛哦